屁里啪啦的声响迎接夏季 电文拍是必备品 中国大陆有民众突发奇想 在电文拍上接延长杆 消灭蚊子不受高度角度的限制 不只能打蚊子还冒出熊熊火焰 最近中国大陆消防单位加强宣传 夏天到了几乎每个家户都有一把电文拍 但是您知道不能跟杀虫剂同时使用吗 不只喷火甚至会爆炸 因为电文拍运作时会产生高压电电火花 若碰到杀虫剂酒精等化学药剂 就会产生暴染 同时呼吁不要用手接触电文拍的拍面 不要用水冲洗避免短路 以及电文拍破损变形时就不能再使用 同样疫苗暴染的还有这种降温神器 不少人会拿去喷曝晒后的汽车座椅 但是降温喷雾的成分包含了液化天然气 丙丸 丁丸等都是液燃气体 除此之外空气清新剂 防晒喷雾补水喷雾等高压喷雾都要避免高温曝晒 或是遇到热源 以免发生爆炸危险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